沙茶的做法 我們今天來 全部的公開我們沙茶的做法 當然沙茶的後部做法在一個月前就已經上片了 大家可以看完這一部之後再去接上一部 去觀看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所有的材料 你看每一次的準備量都蠻多的 這個一次我們會調製大概12桶 10到12桶出來 然後大概每一次的用量都一天大概一桶 然後就是兩個禮拜的量這樣子 ok 那就來介紹我們所使用的就是 油沖酥 四大包 然後糖三包 蒜頭酥 我要增加我們沙茶裡面的顆粒感 跟一個脆脆的感覺 就是蒜頭酥 這是蠻不錯的特級品的 有堅持使用特級品 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喔 這個用的十包 還有沙茶 沙茶 沙茶你在市面上很少看到這個 尤其是火鍋專用的 這是有點透過關係去拿到 拿到一些就是特別的一個感 我要的是裡面的一個蓬鬆感 一個酥感 酥感跟一個扁餘量要多一些 它有一些扁餘量 好像是特別的多的 ok 好 這樣子 然後再來 你看 沙茶粉 沙茶粉 它市面上有蠻多種的 用牛頭排的 它的單價比較高 但香氣相對沒有比較高 然後還霸王的 我覺得還用的還蠻習慣的 我用了20年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 這裡有四兩這麼多 我是用台兩 四兩 然後辣椒粉 辣椒粉用三兩 鹽巴用了十兩 ok 就這樣去調製我們的一個沙茶 好我們等一下製作給你看 好 我們剛剛的一些材料啊 我們都已經有料理機了 先把它打碎 打碎之後全部再去做混合 好 每一個的顆粒 我們都打成沙的感覺 就像這是蒜頭酥混混的砂糖 好 蒜頭酥混的砂糖 下一個 我會一次一種味道 然後等一下在攪拌的時候 它的堆疊 我也比較不需要說 特別的去攪拌它 它的味道就是一层一层的疊上去了 然后我在拌它的时候 我会比较不用怕说拌不均匀 因为每次的一大桶 因为我们的量其实还没有到说 整个需要用机器 一样的解开它 我们过来这边 每一次的一大桶就是这样 全部倒进去 蒜头酥油葱酥全部打完了 还有糖也进去混合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盐巴 胡椒粉 黑胡椒粉 然后辣椒粉 还有一个沙茶粉 沙茶粉是一公斤 刚刚已经放在下面了所以没有拍到 好先这样 好再来我们把我们的油 沙茶里面的油先给分开来 在分开之前你的沙茶不能去摇晃到 分开之后就是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其实最主要要上次已经有拍到它的 这主要是沙茶里面的这个 它的松度 你看它下面 桑桑 我要的是这个松度 我不要那种市面上比较平价廉价的那种比较 就软软烂烂的那种感觉 我要的就是这种松度 OK 好那我们就全部把它倒进去 记得油先不要倒我们先放旁边 等一下的沙茶我们先倒进去 好 再来就是再来就是去把它搅拌 全部拌匀 拌匀之后再去淋油装桶 这样就好了 装淋热油 淋热油的时候跟上一部的是都有浇到 好 对